我最讨厌妈妈了 妈妈,可以买给我吧 它小小的,松松软软的,很可爱呢 太好人家想要了 这种绒毛玩偶不是已经有小兔兔了吗 不一样了,小兔兔是小兔兔啊 这个娃娃是这个娃娃 你要是以为只要跟妈妈开口 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就大错特错了 不会吧 琪琪,你最近怎么变得越来越任性啊 有时间想玩偶,还不如把玩具收拾干净 好了妈妈,拜托你了 妈妈说的你都不听吗 妈妈正在忙,不可以再吵了 知道了,我不会说了 我最讨厌妈妈了啦 琪琪,等一下 小虎,上门,看我的 妈妈妈真能沟通 琪琪,把那颗球踢过来 琪琪,你好厉害 我怎么觉得跟平常的琪琪不太一样呢 哎,怎么了吗 啊,琪琪她跑出去了 对啊,她突然就生气了 我想她出去应该是直接去公园了吧 不能断定就是去公园呢 如果离家出走的话 啊,呆呆家里也是没有用的 我正就去找她 爸爸 这样啊,你在家里跟妈妈吵架啦 嗯,我是真的真的很想要才开口的 可是妈妈她 这种情况我了解 其实我妈妈也经常对我说那种话哦 你不可以这么任性哦之类的 有了,琪琪 我又不是看到什么就要求他们买什么 琪琪 其实我只是一直想帮小兔兔找一个陪伴她的朋友 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 小兔兔就只能孤单的一个人,很可怜的 可是如果有朋友的话,应该就不会寂寞啦 那你是为了小兔兔才会 嗯 琪琪,你真的好贴心哦 琪琪,这件事有跟妈妈讲吗 我本来是想讲的 可是妈妈她 呃,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爸爸,听说你从家里跑出来,吓了一大跳哦 不过,琪琪是有自己合情合理的原因啊 爸爸,我是 不,没事的 爸爸永远都是站在琪琪这边的 爸爸,这就代替琪琪回去跟妈妈说清楚 你尽管放心吧,好吗 我回来了 结果怎么样 事情经过我已经问清楚了 感觉上不同人情的好像是妈妈哦 是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呃,不 呃,那是因为 你只听到琪琪片面的说辞,没沟通就直接回来了吗 呃,这个,呃,怎么说呢 呃 爸爸 是 我们一起来玩猪蜜糖吧 我们一起来玩猪蜜糖吧 在场 哦 琪琪 我看你还是很在意跟妈妈吵架的事吧 是这样吧 嗯 嗯 琪琪,你最近怎么变得越来越任性啊 妈妈正在忙,不可以再吵了 妈妈她,一定是因为讨厌我才会这样的 我倒不这么认为哦 要现在回去吗 我们也陪你一起回去吧 我不能回去 因为妈妈她现在一定还在生气 巧虎,该怎么办 嗯 巧虎,你们在这里啊 哦,小玉老师 小玉老师好 老师刚刚在森林里画了各种生物的素描呢 琪琪,你怎么了吗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 小朋友们,要不要一起去森林里散散步呢 哦 好,我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突然就从家里跑出去,琪琪也有不对 是吧 爸爸是站在妈妈这边的 我会站在你的立场跟琪琪讲清楚的 拜托你咯 你等着吧,琪琪 这条路虽然走惯了,但仔细一看,还是有各种生物在这里生活 哦,是蝴蝶 也有青蛙 也有青蛙啊 对吧 对吧,春天来了,大家都充满了活力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啊,那个是 那不是鸭子吗 对啊,是母鸭带小鸭呢 好可爱哦 啊,有一只跟不上大家 加油,快点,快点 太好了,他追上了 嗯 哎,杨妈妈在生气,为什么呢 森林里面常常有很多很可怕的敌人呢 要是跟妈妈分开,就会有危险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说不能落单 哎,是这样啊 有时候妈妈为了爱护孩子,也会很严厉的责骂小孩呢 并不是因为觉得讨厌吗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妈妈会讨厌自己的小孩哦 妈妈呀,不好了呀 怎么了吗 我到处都找不到琪琪呀 啊 哦,该怎么办 你妈妈一定很担心你哦 真的吗 好了,别哭上这脸,要有笑容 嗯 奇怪,店没开 怎么会这样 果然是 妈妈是真的讨厌我了耶 琪琪 我觉得不是耶 嗯 妈妈不让我再进这个家门了 琪琪妈妈,你在家吗 妈妈,琪琪已经回来了哟 快开门 伤脑筋耶 嗯 琪琪 嗯 琪琪,终于找到了 嗯 琪琪,爸爸好高兴,你平安无事啊 哦,没事就好 妈妈 嗯 妈妈 妈妈对不起 我对妈妈说坏态度很不礼貌 嗯 都怪妈妈不好 我在找你的时候听爸爸说了 对不起哦 是妈妈没耐心听你把话说完 妈妈 太好了 我还以为会出事呢 不用想也知道 琪琪的妈妈怎么可能会讨厌琪琪嘛 琪琪,妈妈,爸爸永远都站在你们这边的 是啊,我看你是墙头草吧 就是啊 爸爸到底是站在谁那边呢 嗯 那个 这个吗 啊 对了 我得赶快送花给客户呢 得赶快开门做生意才行啊 哎呀,我好忙啊